柬埔寨运河开建越南彻底结了 越南主席苏林连也前往中国 请求中国尽快修建中越铁路 那中国会答应这个要求吗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万人空巷 只为见证一个历史性时刻 柬埔寨的重复南运河 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黄金水道 在中国的助力下正是破土动工 然而就在柬埔寨几国欢庆之时 一强之隔的越南却显得有些五味杂陈 别忘了德中复南运河一旦建成 受益最大的除了柬埔寨还有中国 这条运河不仅能打通中国通往 印度洋的战略通道 更能让开马六甲海峡这个咽喉要道 为中国的能源安全保驾护航 反过来这条运河对越南来说 却像一根刺扎得他心里七上八下 长期以来越南仗着地理优势 牢牢掌控着中南半岛的海上贸易通道 柬埔寨作为内陆国家 九成的货物进出口都得仰仗越南的港口 每年上缴的过路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如今德中复南运河横空出世 直接切断了越南的财路 它能不急吗 更让越南如耿在喉的是 这条运河还可能改写中南半岛的势力版图 一直以来越南都把自己视为东南亚小霸王 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无人能及 胆得重复南运河的出现 却让柬埔寨有了另起炉灶的底气 有了这条运河 柬埔寨的经济命脉不再受制于越南 自然更有底气在地区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就在此时 越南却至底着急了 国家领导人紧急前往中国 据观察者网报道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8月18日到20日访华 英美以用越南官员话语称 此访中 中越铁路的互联互通是重点事项 两国将签署新的合作协定 此次访华是苏林8月3日就任越南最高领导人后首次出访 体现着中越关系的优先性 越南外长裴青山就此方指出 此次访问对中越关系具有深渊影响 裴青山透露 此访意在于延续中越已有共识 协定 形成新的合作成果 包括农产品出口 铁路连通 金融投资 旅游人文等多领域 中越虽然接壤 但是越南境内的铁路为法国殖民时期修筑的摘轨 与中国的铁路不能直接互通 旅客和货物过境时都需换成 而同为东南亚国家的老挝 泰国 缅甸 均与中国有铁路直通的建设规划 据统计 今年前七个月中越双边贸易也达1450亿美元 同比增长21% 在中越贸易不断发展的当下 雷若的运力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越两国于去年10月签订铁路合作文件 推动对越南国内铁路轨距实施改建事项 以便与中国标准一致便利两国联通 铁路运输是中越两国货物 人员转运的主要工具 这期间较为不便的一点是 两国所用铁路标准并不一致 越南沿用了法国殖民时期的1000毫米宅轨铁路 中国则为1435毫米标准轨铁路 铁路标准的不一致 使两国跨境运输区进行换乘转运 在双方贸易货物留有限时 提升效率的收益覆盖不了改变铁路标准的成本 而当中越贸易也快速增加时 越方有足够动力改建本国铁路网与中国标准对接 以提升经济效益 越南铁路标准的改建和与中越共同利益 中国驻越大事雄伯8月15日接受越媒采访 期间指出 促进两国铁路互联互通是双边合作的优先事项 雄伯分析称 中越边境区域地形相近 夺丘陵远离经济发达区域 中越间如果能建立水路空连通网络 将能够扭转边境地形绿色的劣势 由路索局面转变为对外开放前沿的局面 目前中越边境中方一侧的铁路网持续建设完善 今年4月 南平高铁板骑隧道完成贯通 打通该段高铁建设的一大阻碍 南平高铁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街市自广西壮族自治区首辅南宁至中越边境中方城市平乡 西市仅一个多小时 去年12月 中越边境城市中国东兴市连接防城港的铁路贯通 铁路长度47公里 东兴市接入全国铁路网 中国铁路体系的持续完善 正在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缅甸 老沃 越南形成向信性吸引力 中美相互防范加深的背景下 两国贸易链延伸拉长 越南 墨西哥等国成为受益方 得以作为中美贸易的中转的转口贸易需求 中越贸易额自今年以来出现大幅增长 一到七月 中越贸易规模同比增长21% 达到1450亿美元 越方预计今年有望达到2000亿美元 这一规模意味着 越南正成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 中国市场也是越南果蔬出口的绝对主力 一到七月越南对华果蔬出口21亿美元 占其此类出口的65% 实现中越铁路网的一致标准衔接 不论对于越南自华进口工业零部件 还是对华及时出口农产品 都能够起到明显的效率提升作用 这一利益吸引下 越南方面对调整铁路标准从抗拒提防 转变为主动寻求中企参与改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越南近年来不断同中方商与铁路互通事宜 今年6月下旬越南总理范明正访华 专门会见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大连击车车辆有限公司和中国电舰集团代表 鼓励中企参与中越铁路项目 不过之前一段时间越南还没有把中越铁路项目 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否则按照中方的在中澳泰铁路项目上 展现出来的技术和行动力 在去年10月两国签署被忘录后 如今中越铁路就该有重大突破 但在8月初发生两件事后 越方已不得不重视起来 根据数据显示 目前南铁路总理城是3143公里 从和内道胡志明市越南既有铁路的南北干线 全长1726公里 一站越南铁路总理城的55% 已和那位枢纽的越南北部铁路网 约830公里 站越南铁路总理城的27% 在越南铁路总理城中 有2200多公里米轨事发属殖民时期留下来的 约占70% 从1881年起到现在 已经有143年的历史 越南铁路的老年病很多 比如货车运行时速30到60公里 客车运行时速50到80公里 铁路与公路的交叉路口 平均每2.15公里就有一个 运能上 因为是米轨 每列货车只能运载0到30个标箱 很多网友可能不知道 在越南3143公里的铁路里城中 也有395公里是准轨或套轨 站铁路总理城的13% 至于越南的南北高铁 想来势雷声大 雨一点小 2023年5月 越南交通运输部 越南国会财经委员会 越南铁路总公司组队访华 连续拜访我国交通运输部 国家铁路局等单位 2024年3月 越南计划投资部 越南交通运输部 越南铁路总公司等组队访华 与我国国家铁路局 中国中车 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等单位就深化铁路50合作进行交流 2024年6月 越南总理办明正访华 访华期间与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等 多家轨道交通企业商谈 并表示越南在铁路建设方面 颇切需要中国的帮助 特别是在铁路的设计 建设以及技术等关键环节上 中国企业可以与越南交通运输部 及其他相关部门协作 合力推进越南目前三条重要铁路线的建设 加强越南与中国的跨境铁路连接 越南从2001年提出南北高铁设想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23年 真正一代人的时间 时至今日越南依旧没有建成一寸高铁 反观中国 就在越南对南北高铁方案一轮一轮的反复磋商 不断撂荒的过程中 中国则扎实推进了云南方向的昆域和铁路 广西方向的南平高铁和房东高铁 以越南的视角 放眼东南亚老挝方面 中老铁路于2016年全线开工 2021年建成通车 实现了由陆索国到陆联国的转变 背靠中国大市场 经济社会驶入快车道 现在已经成为中南半岛的黄金大通道 泰国方面 在中老铁路的驱动下 中泰高铁正在赶进度 加快实现中老铁铁路在2029到2030年实现无缝对接 柬埔寨方面 在中检联合声明中提出早日实现 检境内铁路同中老太铁路对接 现在 检方已经委托中方对北线铁路进行 用以轨象准轨改造升级 同时 柬埔寨和老挝已经把中老检铁路摆上了日程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方面 我国修建的马东铁路已经完成总进度的45% 一级2027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新龙高铁也不入冷启动阶段 印尼方面 雅万高铁成为东南亚的第一条高铁 这是越南之前一直滋滋以求的称号 可惜梦源他家 目前 雅万高铁延伸至日热 四水和巴黎岛也列入了计划表 中国铁路在东南亚定点突破 全面开花 越南看在眼里 如何不焦急呢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